我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 就是抱常常讨论说 说梁静如她骄傲或干嘛的话 我心里会觉得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你认识她的人 或者是是她的朋友 都会知道她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什么价值 只是问题是她说话 她有时候语气就会很冷 她语气是冷 她平时说话语气也是冷 其实还没入行之前 其实我也听过 比如说我们静如很大拍 但是认识她之后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 很随和很耐心一个女生 因为有一些艺人 可能她对媒体会有一些戒心 你自己怎么看待一个媒体的 我没有戒心 我只有一颗真心 在这里 对啊 我觉得唱歌很简单啊 快乐很重要啊 就是这样子 包括我们有时候安排一些媒体到台湾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也有碰到一些情况 然后后来我私底下跟静如了解的时候 静如自己都很压抑 我那天竟然给大家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并不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她根本没有心 比如说 可能你要跟她打招呼 可是她那个时候是那么忙的时候 结果她可能真的忽略 我感觉得到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她回来 然后 她回来好难得她回来 然后 可是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 都是对她不太理想的 对 比较负面的 因为我记得你有一次你回去 然后刚好不晓得是什么活动 那时候就光良当旅游大使嘛 然后就不晓得是谁就问你 然后之后呢就出了一篇报导 就说 你可能觉得 我也曾经为马来西亚旅游业 那因为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们是 我跟那个品官是代言那个 台湾 台湾驻马来西亚 旅游的部分 对啊 没有 我那时候是回答说 我怕那个旅游部长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知道 他们好像没有告知 这边 这边没有告知他们说 我们有帮马来西亚观光旅游 做这个事情 我要讲的就是 那个旅游部长好像不知道 不如去 不如去就是转告 透过这种方式 可能媒体啊 就去告知大家就好了 就难怪有一些人 可能会误解或者什么 因为 我一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 他好像在说 可能旅游局啊 或者旅游部长啊 厚此薄逼啊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我们就有些想不通 难道静如是真的是 那么斤斤计较吗 或者什么 是哪边会这样子 我没有耶 我真的没有 有一些事情 本来是你在某别的工作环境上 你需要编成这样子 你被教育成这样子 当你回到像马来西亚 比较单纯的地方的时候 你突然间要转过来 是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快的 从当初出道时 录音过程一波三折 专辑销量差强人意 上台的时候神情畏缩的歌坛新人 到今天成为了中文乐坛销量长红的天后级歌手 梁静如的成就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一蹴而就的 也就因为她是一步一脚印地走过来 所以我们眼中的静如 尽管不是一出现就一鸣惊人 却让人见证了 她声音中的魅力和神采 其实可以去得更远 更倦勇 虽然说今天 她很忙 但是她还是经常会 比如有时候写那个email 发一个短讯 或者是有些时候 甚至是说回来的时候 她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公司的同事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在我来讲算是 她基本上还是蛮感恩念旧的 她现在很红 她是真的是天后 就是销量上来讲 也没有办法怀疑她的这个数目字 可是她 我觉得她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让自己再开心一点 自己还有一些什么的心愿的 像比如说现在唱歌 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即使现在叫你补唱 你也觉得没什么遗憾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整个区域的华人都很多 全世界 其实我蛮希望能够办到 自己可以开演唱会在有华人的地方 世界各个地方 比如说可能美国华人的地方 对啊 然后在哪里 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去现场唱歌给大家听 这是一个目标唱歌的部分 那生活的部分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去上课 可能考一个执照 考什么执照 可能是一个面包店的师傅 或者是意大利菜 那种专业的料理 打算要自己开店吗 戴厨师帽 那只是一个兴趣之一 除了唱歌之外的另一个兴趣 有没有想过说 可能现在销量很好 然后有一天搞不好 真的销量不好了 那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 因为其实我都常常在想 销量有一天一定会不好 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它有一天一定会是会掉下去 所以我现在呢 很珍惜非常好的这个时期 然后努力的为很多人做一点事 比如说公益对不对 社会 当大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很珍惜 然后我努力去做 但是我也知道会有那么一天 是会掉下来的一天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你自己却不知道 真心的对我好 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 希望她的更好 她从心里能懂得 你比自己更重要 就是说我有那个秘方 都可以提供给你了 真的吗 就是我常说如果那个熬夜 或一整天工作太累 太适合我的 你给你喝果汁对不对 果汁 但是果汁有很多种 那我有一个秘方 就是香蕉牛奶 而且我刚才喝错了 我刚才喝木瓜牛奶 你知道木瓜牛奶是女生喝的 为什么 没有啦 太危险了 我太早月了 太危险了 我太干净了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